各位观众朋友们 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明天还是比较偏多 中南部也是有些这个云 那么提醒大家 明天天气跟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 东北风会稍微减弱 但是来自于华南的水气会稍微增加 所以受到这个水气增加的影响 明天在中部与北 跟东半部地区是比较容易下雨 尤其是中北部跟东北部附近 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 那么接下来特别剧烈 就是在明天晚上会有 这个冷空气逐渐南下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受到这波冷空气 其实是这个冷气团的影响 那特别剧烈 尤其在礼拜六的时候 一方面北部东北部 除了冷空气影响温度 会明显往下降之外 也会降雨 那么接下来特别剧烈 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水气的增加 来到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 不止说冷空气的影响 也会水气比较多 所以全台湾各地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甚至在中高海拔的山址 是有机会下雪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预计这波冷空气的影响时间 会一直到礼拜一 礼拜二之后 冷空气就会逐渐减弱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这一波的这个降温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 如果明天的话 最主要是中北部跟东北部 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 东部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的阵雨 南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 那么接下来 在礼拜六可以看到 冷空气明显南下之后 已经封面北部东北部东部 一直到礼拜天 降雨几率都会比较偏高 那么到礼拜一的时候 水气增加 确认台湾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 来看一下 未来四天的一个降雨预测图 明天的话呢 可以看到有些局部的阵雨 但是雨是不是太明显 礼拜六礼拜天东北风 这个增强冷气团南下之后 可以看到 在隐风面的北部东北部 局部地区雨时会比较明显 礼拜一的话 其实水气是会有些增加 中南部地区也要留意 降雨机会也会增加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温度的这个变化外几天 明天的话 温度跟今天差不多 北部的话低温它是18度 中午高温22度 但是礼拜六冷气团南下之后 温度明显往下降 低温14度 中午高温18度 礼拜天礼拜一是这波冷空气 影响最显著 也是温度最低最冷的时候 尤其在礼拜一的清晨 那么预计礼拜天礼拜一 低温大概有13度 中午高温大概也只有15到16度 那么礼拜二开始 温度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但是因为礼拜二的时候 水气有稍微的减少 所以它特别留意低温 还是没有很高 大概只有14度 中午高温19度 礼拜三再回升 来到17度至21度 那么在中部的话 也是一样 在明天低温大概18度 中午高温25度 要特别注意明天 之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 礼拜六受到冷空气 逐渐南下的影响 尤其在礼拜六的下半天 降温会比较明显 到礼拜天礼拜一 低温会降到只剩下14度左右 空空地区的话 是有机会下降到大概12度 那么白天高温 大概也只有15到17度 礼拜二温度再逐渐缓慢的回升 白天可以来到21到24度 但是清晨低温 仍然只有14到17度 所以积极的温差也还是比较明显 另外来看一下南部的话 在明天低温大概20度 中午高温27度 那么礼拜六开始 温度越逐渐往下降 那么南部降温比较显著 时间是在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 可以看到 低温的话 在礼拜天跟礼拜一 低温会降到只剩下16度 17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0到21度 礼拜二开始到礼拜三 也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到礼拜三可以来到19到25度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的话 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在东北部降温机率还是比较偏高 其他地方云量也都是比较偏多 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来到橘色的灯号 对敏感族群的健康 那么在明天天气的话 基本上跟今天比较类似 但是北部东半部地区 会有下雨 另外中北部 把我们中部以北的话 其实在明天的白天 也都会降温机率稍微的提高 那么在南部的话 空气品质还是要稍微注意 有机会到达对敏感族群 不健康的橘色灯号 所以提醒大家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明天水气 会稍微的增加 主要是受到黄南水气的影响 中部以北的降雨几率 都会比较高一些 天气还是比较凉 提醒大家添加衣物 周末会有冷气谈谈一下 温度很显往下降 礼拜天到礼拜一最冷 而且全台湾都会犹豫 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波的 天气跟温度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